这位小哥是韩国最强外卖员 平均每月收入高达1600万韩元 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 每天喝8杯咖啡续命 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跑弹王 就连竞争对手提起他都满是骄傲 然而就在事业巅峰之际 最近韩梅去传了一则消息 小哥在一次送外卖途中不幸离世 这个小哥叫全影培 没有为外卖行业抛头颅撒热血钱 是个小老板 虽然感情贫瘠 但是物质上也不富裕 不知道是天生命苦还是五行缺钱 奋斗十多年归来仍少年 虽然钱没赚到 但也没白干 起码是累到了 几年的创业生涯 让全影培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没有什么困难 是自己能战胜的 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转行 成了一名外卖员 不过即使是送外卖 全影培的生活和工作 也充斥着韩国的本土特色 那就是卷 2021年 韩国外卖员的数量上涨 在上半年就达到了42万人 成为韩国从业人数第16多的职业 甚至赶超了软件工程师和教师 在同行的内卷和先下手围墙的抢单策略下 全影培成功卷成了王中王 连续三年成为韩国跑单王 拿到三块奖牌 并且在2022年创下了年薪 2.05亿韩元的辉煌战绩 送外卖送到韩国第一 这其中有什么秘诀 在全运培原里硬件是关键 每次上班前 他都会仔仔细细检查自己的爱车 从刹车轮胎到油箱 确保不会影响自己加速 为了在雨天也能风驰电车 把同行远远甩在身后 他每隔两周 就会把摩托车送到车行保养 让他保持最佳状态 除了在摩托车上下功夫 全影培的附加配置也十分到位 都说韩国人血液里流的都是冰美式 全影培也不能幸免 他坦言自己一天要喝八杯咖啡提神 所以摩托车的扶手上面 放了一个不锈钢杯 专门用来装咖啡 累了困了就来一口 为了方便在户外看手机 他还特意定制了一个可伸缩的太阳帽 帮手机防晒 除此之外 每次送餐前 他都会带好防护装置 给手臂遮挡紫外线 确保自己不会被晒伤 装备齐全后 全影培主要就在时间和路线上下功夫 他说自己一天要接120单以上 早上9点出门 临晨1点才能回家 一天工作16个小时 就算回家了也不能休息 因为他还要背地图 节省自己的送餐时间 等到上床睡觉时 已经到了早上6点 休息三个小时后 就又要上班了 在全影培的认知里 睡觉只是和有钱人 不是穷人该干的事 如果赶上像世界杯这样的特殊日子 他就会跑到凌晨4点 累到连饭都吃不下 连休息日都会出去送外卖 因为超长的工作时间 让他没有时间吃饭 秉持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 他开始锻炼自己 一天只吃一顿饭 最后终于养成了小鸟胃 习惯了之后 他又总结出一个规律 那就是人一旦吃饱就会犯困 所以即使每天只有一顿饭 他也只吃八分饱 要是饿了 就靠喝点蛋白质饮料补充能量 身上也会随时装着巧克力 以防自己滴血糖 幸运的是 虽然送外卖很辛苦 但赚的足够多 在韩国 每单外卖的提成是3800韩元 折算下来 全云培普通的一天 能赚到40多万韩元 努努力 一天能赚到56万韩元 为了提高自己的送餐效率 全云培还学会了一项特殊技能 那就是记住了 人川送到的全部地图 不用看导航 也能抵达目的地 要知道 这里光咖啡 面包店就有800家 剩下大大小小的店铺 加起来足有2600家 为了证实全云培不是在吹牛 节目组跟拍了他的送餐过程 接到单后 全云培十分淡定的看了一眼手机 之后就骑车出发 全程没有看地图一次 最后只用两分钟就到了商家的位置 取餐后 他把外卖放进后备箱 餐到手了 全云培开始加速 全程峰值电车 虽然速度很快 但他还是遵守交通规则 不抢红绿灯的那几秒钟 跟别的外卖员不一样 全云培手里的餐 最多不会超过两个 只有送完这一单 他才会送下一单 确保顾客的餐到手时还是热的 当然 和其他外卖员一样 他也会优先挑选距离更近的单 以此来节省时间和精力 虽说全云培没有看导航 却找到了目的地 但记者显然还是不服 认为这次只是巧合 为此 节目组特意设置了考题 考验全云培 接着节目组打算加大难度 结果全云培不仅能说出名字 还能交代位置 甚至告诉了记者 他旁边的店叫什么名字 像极了高中市的学霸答题 然而记者还是不信邪 又找了一栋新的建筑 这次告诉了他建筑的名字 还随即指了一家商店 让全云培说出他相邻的几家店铺 分别是什么 这次全云培不仅说出了店名 还说出了这几家店分别是卖什么的 甚至还能指出哪里有停车场 走哪条路取餐能更近 这下记者是彻底服了 全云培的业务能力顶尖 但是外卖这一行安全系数不高 非常要命 在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下 全云培41岁的身体 呈现出了70岁的状态 不仅患上了白内障 还得了脑瘤 幸运的是 他的脑瘤是良性的 吃药就可以控制 由于担心自己的白内障 会下得无科 全云培每次工作前 都会带上美瞳 就算生病了 他还在坚持工作 因为他觉得 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的职业精神 让他在韩国小有名气 不少记者和博主 纷纷来采访他 他们对全云培这种拼命的赚钱方式 表示惊叹 并且还跟他开起了玩笑 你这样没日没夜的干活 恐怕只有死了才能休息 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没想到一语成衬 2024年8月25日 由于一辆公交车 不遵守交通规则 闯了红灯 将正常行驶的全云培撞倒 身受重伤的他 送到医院不久后 就被宣告死亡 公交车司机 也因为过失致死罪 遭到起诉 不过 不管对司机的处理结果如何 全云培都再也回不来了 事发后 不少网友对他表示哀悼 并伤心地表示 这下他能好好休息了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镜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